一件99元的T 你对着起你身上的Vlong 你对着起你脚下的椰子 还有AJ 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无话不谈的Boy Eka 6月份已经到来了 天气已经非常的闷热 我心情也是非常的狂躁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 这个优衣库世界的视频了 在这个6月3号 优衣库和Cross 进行了最后一个季度的联名 这次发售呢 就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混乱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国内的一些有趣的 优衣库发售现场画面 对着吧台 那我们也要啊 那你们拿去 发着袋 我就知道你的想情怀 不用猜 为了女孩 为了一件99元的T 对着起你身上的Vlong 你对着起你脚下的椰子 还有AJ吗 You should try You should try 真的太混乱了 到底就少不得了 Unical Holocaust 这一日出的联名 如此大规模的发售 不难想象可以出现 以下的场景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你的上司 甚至是你的爷爷奶奶 都有可能穿着同款的 优衣库短袖 这样子 会不会有点尴尬呢 Unical Holocaust 的联名的T恤 会沦为一个社会员必须拥有 社会员必须耍穿的衣服吗 这样子的形式 让我觉得COS这个牌子 多多少少有点变味了吧 发售之前呢 优衣库已经去为这一次的 这个火爆发售去制造一些 带起一些节奏了 有让一些国内的流量明星 提前上升他们的这一次 COS联名的一些T恤 首先让明星来制造这种粉丝效应 其实号称99元 这种如此随手可得的价格 再加上历史最后一次联名发售 过了这一趟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COS和Unical的存在 黄牛党的这个闻到这种商业炒作的一种气息 就带起了全民的节奏 去到了优衣库门口 排起了千年的长楼 这种混乱 仍然有点丢脸 觉得尊严都没有了 混乱现象 甚至被老美作为嘲笑的一个货题 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多多少少有点脸红 因为我觉得物质的 让你这样子去做 抛下自己的尊严 如此的狼狈的去抢 这个衣服 转售价格 也并没有大家之前所想象的那么高 都是非常的虚高的 我之前也看到很多人在说要去冲 冲 要和兄弟去冲 那我当天我一件都没有去抢 也没有去排队 也没有去网上买 因为我觉得COS一版他都出了好像挺多次的 2016年开始到了2019年结束 一共一年就出过两次吧 这一次好像是第六次 也是最后一次 那COS的东西我还是蛮喜欢的 COS Air Jordan人民的鞋 四代都炒作炒到过万了 先抛开这个优衣库发售 我们先来聊一下COS的牌子 COS 它是个人物的代称 其实它的原名叫做Brian Stanley 这个哥们 这个boy 来源于美国的新泽西 新泽西就是在纽约的隔壁 纽约过了河 就新泽西周了 Brian 他当年就是一个非常调皮 非常有个人想法的街头艺术家 他喜欢把他的作品 而搞在城市 共场所的角落 比如公交车站的广告牌 这个人根本是在毁坏公共设施 美国政府也决定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这种化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非常符合纽约的这种充满了街头艺术气质的 这个城市特征 通过他这种恶搞 他似乎就一夜成名了 当年画作过的那些街道海报 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上面的一些画作 都被人撕下来 可以拍卖到好几万美元 我甚至有一个朋友在餐厅里上班 但当时他就遇到了Kors Kors还用餐巾子给为他画了一个Kors的公仔 估计图子也会卖到很好的价格 Kors逐渐的成型了 也就是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创造了Original Fade这个牌子 13年Original Fade停止运营了 但是这一点都没有削热 他在潮流界的影响力 很多的潮流明星大卡 都是Kors的忠实粉丝 周杰伦 罗志祥 冠希 Kors所创造的货作 还有他的艺术品 在艺术收藏拍卖上面 都有非常非常变态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拍卖价格 在2002年所创造的Kors不提阿童物 他的成交价居然去到了312.5万港币 所联名创造的Bapestar 在2006年所发售 到了现在他的成交价已经去到了12.5万港币 Kors album 亚克力货布 成交价去到了1.16亿港币 真的有够变态的 在潮流界有比这个更变态的艺术收藏品吗 我估计只有Kors可以做得到了 Uniqlo在2003年的时候 就创立了The Uniqlo T-shirt Project 他创立这个T恤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T恤更加的有趣 更加的开放式的事迹 Uniqlo的T恤 Project开展了之后 Uniqlo就已经和非常多的牌子 进行过联名合作 有和电影人物 漫画 动画 雾坏 产品 还有一些知名的艺术家 都推出过相关的产品 其实都卖得挺好 但是卖得再好 都没有在2016年开展的 Uniqlo的Kors联名火爆 为何Kors会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 和Uniqlo进行联名呢 就要感谢我们的8分A创始人Niko了 Niko一直都是Kors的好朋友 在他的邀请之下 Kors就答应了和Uniqlo出的这个 T恤系列 Uniqlo的Kors我自己也有 我自己还送过一件给粉丝 这是我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件 也是唯一一件了 后面就有这个铺鱼头的Kors 前面就有两个交叉的 我觉得这个创作 这个年份的Kors 比现在那些要有创意 有实际感一点 现在那些好像只有在前面 一个Kors的Logo就完事了 我试看了一下 其实它还是OK的 有点UPPER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看到袖口 袖口这些缝边螺纹 它都是和8分A一样 使用那种暴露形式的螺纹 这也算是这件衣服的一个 很隐蔽的一个实际亮点 第一次的发售 国内和国外都非常火爆 国外也有 但是没有国内的那么的混乱 这里在排队 前面是优衣库 然后现在一次放20 20个人进去 一次放30个 你知道中国人 很疯狂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 很疯狂 这些人比较整齐 对 人们很简单 像做T恤 逃流还有理性消费 大家应该在这个事件上 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 还有审视一下现在的如此浮躁的智慧 到底一些东西值不值得你这么去做 OK 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次 Course国内发售的一些观点 还有看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抢这个Course 有没有去冲呢 你可以在评论下面留下你的个人意见看法 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饥饿营销事件呢 混乱场面只是个别店铺的现象 并不代表所有城市或者是所有的状况 如果大家知道更精彩的关于Course 和Unical联名的故事还有内容呢 可以在评论下面留下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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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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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